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明天探柯南TV版第172-173集 海外拆分版第183-184集 复活的死亡讯息 这天晚上,柯南和小兰向网城一样 陪四处找男人的园子来到了花冰场 在那里,他们偶然结识了五个喜爱飞碟设计的小伙伴 分别是千金大小姐千寻 银行员康志 职场美女佐野 家庭主妇赖子 以及胡子拉叉的消防员玉田 这次聚会其实是他们五个人半年以来的首次会面 半年前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 大小姐与佐野的关系也是因为那一次事故而一落千丈 看着柯南很感兴趣的样子 大小姐的故事刚起了一个头 就被玉田硬生生怼了回去 然后气愤的头也不回的走了 看着玉田远去的背影 大小姐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 玉田就是个异类 又看着大家被这句话搞得一头雾水 同心为敏的大小姐还卖起了关子 借口要上厕所趁机溜了 谈话期间 滑冰场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每到晚上七点 游乐场就会放烟花 而滑冰场是最佳的观赏位置 小兰他们也是冲着烟花来的 剩下的三个人当中 佐野与银行员康志野都随便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只有家庭主妇赖子留了下来 另一边 去厕所的大小姐坐在马桶上 时不时看一下手表 先生在等什么人 过了一会儿 外面传来脚步声 一开门 大小姐就被一个穿着连帽大衣的蒙面人用枪抵住了 厕所门外 挂着清洁中请稍等的告示牌 但是除了滑冰场内的厕所外 去其他厕所都要换鞋 所以 害怕麻烦的园子 请愿等一下 镜头一转 就来到了柯南这边 只见佐野 赖子和康志 三人匆匆赶回来 而园子与大小姐还未见踪影 就在小兰好奇园子为何还不回来时 从不远处的厕所里传来了园子的尖叫声 凡英迅速的柯南立即奔到园子身边 并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惊魂未定的园子 哆哆嗦嗦地用手指指着眼前的厕所 没错 大小姐被人杀害了 胸口中了一枪 脑袋旁用血写着一个字母 S 看见有案件发生了 小兰急忙跑去找毛利 然而 刚被小兰咬醒到毛利 脑子还不太清醒 有人被杀了都能听成有人被开除 见状 小兰也不与毛利啰嗦 直接拽着毛利的领带奔向现场 和此同时 木木警官也赶到了现场 一看到柯南 木木警官就知道 可以带领大家走迷宫的毛利也在现场 通过调查 警方得知凶器就是一落在现场的那把现弹枪 枪是左野的 案发前 玩飞碟射击的五人一起将枪放在了电子柜里 密码大家都知道 而且 左野的枪是拆散了才放在枪盒里面的 就算别人知道里面有枪支 也不懂如何组装 因此 嫌疑最大的就是左野 赖子 玉田 以及康志这四个人了 木木警官本想用硝烟反应来锁定凶手 然而他们四人中午才玩过飞碟射击 所以这一招不太管用 院子将木木警官反应 放烟花时 他看到了凶手从厕所里逃出来 遗憾的是 没能看清凶手的长相 因为他蒙着脸 凶手利用烟花声做掩护 还准备了大一用来逃走 因此 木木警官认为 这是有计划的犯罪 有必要对他们四人进行逐一审问 毛利随即表示 不用多此一举了 凶手就是左野 他之所以这么说 原因有三 一 能将死者约在女厕所的 一定是女性 二 左野与大小姐的关系 可谓是水火不容 有杀害大小姐的动机 三 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证据 墙上的字母S 是受害人临死前写下的凶手的名字 而在四个嫌疑人中 只有左野小姐的名字与此相符 幻音刚落 毛利就被打脸了 警员表示 死者是被射穿心脏当场死亡的 因此 不可能有时间写下任何文字 假借帮其他女性传话 男性也可以将受害人约到厕所 虽然字母S和枪支都指向左野 但是按照常理来说 没有人会傻到在现场留下那么多马脚 这应该是凶手故意栽葬给左野的 但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案发时 原子在门外敲门 受害人为何不大声呼救呢 可谣表示 不是不想呼救 是不能 枪口上有黏黏的唾液 说明凶手一直将枪顶在受害人的口中 等到燃放烟花的时候 再朝胸口开枪 听到确切的案发时间 左野立即向警方反映 他们三人 又不在场证明 在放第一个烟花时 他们都在花冰场上看烟花 这点小兰可以为他们作证 如此一来 就只有独来独往的玉田 没有不在场证明了 之后 在柯南的提示下 警方从受害人的兜里 找到了他的手机 检查后发现 被害人在遇害前 给KIX打了一个电话 但号码是八个警号 所以没能拨出去 看着这三个英文字母 柯南觉得有点眼熟 穿了一晚上溜冰鞋的众人 开始顶不住了 向警方提出去换鞋 在去换鞋的路上 柯南再次跟袁子确认 案发时 是否真的听到烟花声 袁子说是的 他先是听到羞的一声 接着又听到砰的一声 接着 柯南又从左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有一个名叫成田的小伙伴 半年前玩飞碟射击时 因枪走火而死 听到成田这个名字 柯南终于明白了 大小姐为何说 玉田与众不同 也隐隐猜出了凶手的身份 遗憾的是 没有确凿的证据 指明凶手就是他 与大家伙走着走着 柯南突然注意到 前方地上有两道红滑痕 看着这红滑痕 柯南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在回到现场寻找一番后 果然又找到了 一道一模一样的红滑痕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凶手是谁了吗 柯南正准备 标晕毛利 毛利就说 他知道凶手是谁了 柯南也以为 毛利真的推理出来了 哪知毛利一开口 就将毛头指向了玉田 就因为他没有 不在场证明 一旁的柯南都听不下去了 为了维护 名侦探毛利小伙狼的名声 急忙标晕毛利 开始借他之口 指认真凶 柯南表示 刚刚只是为了 让真正的凶手放松警惕 实际上 左野才是真凶 拿自己的枪当凶器 以及留下字母S 都是为了误导大家 因为按照常理 凶手是不会用 自己的枪行凶的 左野的不在场证明 也是假的 只要利用一枚 五日元硬币 就可以完成 放烟花的把戏 将五日元放在嘴唇边吹 声音变大 就有点撕裂 跟烟花生起的 咻声很像 随后 园子在厕所外 听到砰的一声 是枪声 而不是烟花的爆炸声 当时 正值放烟花之际 在这个时候 发出类似烟花的声音 给人造成错觉 也不奇怪 证据就是 园子只听见 一发烟花声 而今晚的烟花 一开始就是 红蓝黄三枚连发 从厕所到滑冰场 不用30秒 做案后 左野完全有时间 在真正开始 燃放烟花前 赶回溜冰场 如此一来 不但能为 自己伪造不在场证明 还能将警方的视线 转向玉田 因为他知道 玉田是不会去看烟花的 但上面的手法 谁都能做到 为什么偏偏说 是左野做的呢 其证据就在于 大小姐临死前 发出的死亡讯息 大小姐曾经说过 只有玉田是个异类 她指的是 除了玉田外 其他人的名字 都是机场的名字 比如死者 姓一丹 是大阪国际机场的别称 再比如家庭主妇 小松赖子 正好是石川县 小松市的小松机场 还有半年前 自杀死去的成田 是东京比较著名的 成田机场 也就是说 除玉田外 其他人的名字 都有一个机场相对应 而大小姐临死前 三个字母KIX KIX就是 关西国际机场的代码 而关西国际机场 位于大湖泉左野市 但是左野依然狡辩称 这也有可能是 大小姐临死前 想要陷害她 既然左野都这样说了 柯南彦只好上石锤了 案发现场 被害人左脚前 地板上的那道血划痕 应该是凶手 在墙上写下字母S时 划冰鞋冰刀尖 无意中碰到的 同样的血痕 在她逃跑的走廊上也有 所以 现在只要检查一下 左野的鞋子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事已至此 左野放弃了抵抗 她承认了杀害大小姐的事实 她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为了给成田报仇 成田不是枪走火而意外死亡的 而是自杀 她之所以自杀 是因为她发现 自己被好朋友玉田绿了 无法忍受女朋友和好朋友 所带来的双重打击的成田 最终选择了自杀 自杀前 她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左野 但这点随即遭到了玉田的否定 她表示 这一切都是大小姐散播的谣言 她其实喜欢的是左野 她并没有与大小姐牵扯在一起 那天 成田致恋她询问真相 但她正在担心 因为感冒在家的左野 所以 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成田 成田将这种态度视为默认 不久后 便开枪自杀了 在左野被带走前 玉田告诉她 最后再帮大家捋一下情感关系 玉田喜欢左野 左野喜欢成田 成田喜欢大小姐 我估摸着大小姐在心里可能喜欢玉田 这个关系三角都已经不太够用了 还要再加一条边 而剩下的那两个人 纯粹就是打酱油凑人头用的 以上就是明天探柯南复活的死亡讯息的全部内容了 看完之后心里五味杂陈 可能玉田早点给左野表白的话 沐浴在新一段爱情的阳光下的左野 可能就不会做出这么过激的行为了 最后呢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